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入行都做了一段日子 你问我对于自己做成如何 我都OK的 满意的 虽然就未说有什么很代表的作品 但是其实我自己就觉得 在一个电视或者娱乐的制作上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岗位 我都对自己其他岗位是有信心的 我都觉得我都是挺安忍的 当然大家观众的心目中就觉得 看的当然是看主角的 但是其实在制作的过程 或者在我们做开之后 其实每个角色都重要 有些角色或者有些岗位 没有是不行的 而那些岗位的角色也都很需要能力去支撑 所以我自己觉得 排期可能未排到你都不重要 你努力做着这些角色 至于你说会不会再长时间都是做这种角色 其实都没问题的 这种角色都对能力的需求很大 那都可以发挥到我自己 所以要成就一样好的作品 不论是剧也好 综艺节目 或者是其他方面 网络上的 每一样东西都重要 就看你怎么看 如果你一定要跟着大家的眼光 是觉得主角才是重要的 你才是成功 那你就常常都没有成功 因为主角是一套剧 即是只有一两个主角 如果那个位置才叫成功 那你就常常都没有成功 你很难再做其他的尝试 譬如在网络上 我现在有些是做一个Happy Life 是一些音乐的东西 那其实成功与否 是看你怎么设定你的目标 谢谢大家